来到民生社区 听说心中街上 有一家极具特色的店家 咖啡色断铁制灯箱招牌 橘红色手绘断铁木门 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走进店内 一盏透着微光水晶吊灯 映入眼帘 低调的招簧 散发着浓浓的美式乡村氛围 路过的人还以为这是咖啡厅呢 这里并不是艺廊 也不是咖啡馆 而是一间特殊的 凤梨酥专卖店 这些令人赞叹的巧思创意 全都是来自于店家的女主人 因为我从小就 在乡下长大 然后我们家里有种茶叶 然后旁边也种很多的凤梨 然后我们通常都是很简单的 不加什么原料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们吃的 我就感觉就是说 我开的店一定要是很简单很自然 然后不要让人有一些负担这样子 凭借着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场景 亲手设计 努力复制出熟悉的味道 要求完美的徐小姐 将自然与艺术结合 照旧小店的纯真不造作 而她的坚持也同样反映在 凤梨酥口感上的斤斤计较 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甜点 那一些公司或者是朋友送我一些凤梨酥 那我就觉得不合得我的口味 就市面上手卖的凤梨酥都是那个冬瓜线做的 不然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土凤梨 可是那个土凤梨都是一些做罐头 外销的凤梨酥那个纤味比较粗 于是吃不到合自己口味的凤梨酥 心里想着干脆自己来做做看 徐小姐到处去试吃坊间有名的凤梨酥 慢慢自己研究尝试制作 以前不是做丰培吗 然后要研究线怎么去熬煮啊 时间啊 历经多次尝试与制作后 虽不尽离想却没有因此而放弃 让他终于研发出这款 会让不爱吃凤梨酥的人爱上他 而爱吃凤梨酥的人 更欲罢不能的精品凤梨酥 其实这个凤梨酥 是我自己喜欢的口感 就有送一些给朋友吃嘛 他们觉得还不错 那我就想说 刚好结合我自己喜欢的 一个氛围来开这家店 自己吃了满意 才推出给客人品尝 为了分享研发出来的美味 徐小姐在店内招待来访的客人 免费试吃 吃起来就是 跟别的凤梨酥有点不一样 对 然后口感比较好 外皮很酥 然后它里面 跟别的凤梨酥不一样 比较酸 然后蟹比较多 选用清脆甜度够的 精湛凤梨作为内馅 没有过粗的纤维 也没有过酸的口感 经过人工切出细丝 和经过长时间 纯手工熬煮凤梨内馅 完整保存天然的凤梨甜味及香气 那我们这个就糖 放一点点就够了 不需要像它们大量要放它 然后比较天然 吃起来比较有那个 原来水果的味道 酥酥香香的外皮 包裹着扎扎实实的凤梨馅 老少咸宜甜度适中 味道清新爽口的内馅 吃不到任何人工添加物 尤段只是新鲜凤梨的口感 与脆度以及纤维的咬劲 就这样感觉很好 而且它的皮不会很有腻 就感觉蛮淳朴的感觉啦 吃起来不会腻 那我觉得非常好吃这样 那搭配一般的那个绿茶 或者是一些热茶 这样子吃起来非常好 简单自然的氛围 有家庭般的温馨自在 来到店内 女主人会大方请客人免费试吃 一整块美味的凤梨酥 而且还会让客人选择搭配 一杯黑咖啡或乌龙茶 让您可以在此悠闲地 与好友聊聊天 享受微风徐徐的午后阳光 客人有来过十几次的 然后他都是把我们的产品 介绍给朋友 然后他只要去跟朋友见面 都把我们产品当伴手利 客人在离开时 总不忘顺手带上一两盒凤梨酥 回家和亲朋好友分享 同时也会当作伴手利 赠送外国亲友 以及作为公司开会时 下午茶小点心 创新的口感 让顾客回购率 居高不下 除了亲自到店内品尝 挑选购买外 更可透过网路订购 载配豆腐 不时内敛的包装设计 隐藏着一颗颗散发 幸福与晨光凤梨酥的美味 将是您年节的最佳伴手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